住在屏東縣獅子鄉獅子村的許念慈 與家人守著靈堂送媽媽最後一程 許念慈是家中老大 也是家中唯一的經濟支柱 他的父母親身體不好 長期進出醫院 上週母親不幸病逝 醫療和上障費用 讓家裡經濟陷入困境 許念慈不得不求助於獅子鄉的社工人員 跑到我前面哽咽的跟我說 阿姨你可以幫助我嗎 我現在碰到很多困難 他已經沒辦法 他一個月薪資才兩萬六兩萬七 還要加家庭的負擔 那媽媽進出醫院 一進醫院出醫院都是要七八千塊的醫療費 所以他的負擔蠻重的 許念慈有兩個弟弟妹妹 但都年紀輕沒有穩定的工作 一家五口平時就居住在木造的狹小鐵皮屋裡 村長希望善心人士或團體 可以協助改善他們的生活環境 像他們這個房子這樣都簡陋 比公寮還差 所以是不是能夠有外面善心人士能夠幫忙 讓他們有一個好的一個房子 給他們記住 目前獅子鄉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 已經介入協助 轉介政府相關單位跟民間慈善團體 希望許念慈一家人能夠早日度過難關 原是新聞巴朗 屏東獅子 常文報導 想請問 那麼 講 什麼 什麼 我們 我們 回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